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结账的这个动作 就是把每一个人的清测做出来 这个清测怎么做呢 真的 就算有钱 也不应该太任性 我们学一点小记的功能 你看 这些资料 请问要不要按照人民先来排序一下 做小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排序 所以我们就先把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资料里面又排序 A到Z 排完序之后 我们就去做资料底下的小记 小记我们依照消费者 然后使用加总 哪一栏去做加总 是不是依价格 价格来去做加总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2 请看一下 这是不是AN 它的总计 然后E1它的总计 然后EN它的总计 当然你也可以看3 3的话就是详细的清单 我的意思是我只要这几个 还有这几个 这就是它的实际的消费 要跟它收的总金额 这样不会做错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很单纯用资料去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想我可能暂时就谈到这个地方 甚至我还希望说你们可以程式自己再去多写一点 例如说应该 IJKLM 还有NOPQR 对不对 都可以写完 写完之后再做什么事情 请问0815跟0816 那0816怎么做 最简单的做法 就直接把0816的名字改成0815直播 你不就又可以重新跑了吗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是 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假设我把这个资料表改成0815 然后这个0815直播1 然后这个改成什么 0815直播 我改好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游标是不是 你随便放 随便你游标放在哪里 我data这边很重要 我们先把那个小计先移除掉 资料 小计 我们先全部移除 好 我现在是不是将游标先落在最下面这个地方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收集 这个0815的资料了 收集放来这个地方 我刚刚这个资料 全部都是0816的直播资料 你看我现在游标随便放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直接点资料收集 执行 他是不是又帮我去收集0816 那一个直播的资料内容 可以理解我现在的一个应用 您不需要再改写什么程式了 你只需要因你的工作表去迁就 迁就你的程式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有0815直播 0816直播 0817直播 或者是一直到0820直播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把资料并在一起 七天来去跟他想 如果你钱够多的话 因为小本身 可能我直播做完 我立刻就出请款单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而不是应该说像公司七天月节 或者是半年节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你可以用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简单概念 我只需要改工作表 我程式就可以直接套用了 最后他就把这边 我们看一下data 你看哦 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哦 一定是这个0815 0815 我刚刚是不是只有写到M M的什么地方 这一个 一定是这一个 IU 他买的这个110 你看一下 是不是 IU买的110 可以了解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大致上了解到这个地方 相信对你们 应该日后会有一些 撰写程式的帮助